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偉恩 我仍現在在池袋溪口的Luminae附近 那今天主要帶大家來逛逛池袋附近 會去Sunshine City看看世界最大的扭蛋店 然後在附近吃個拉麵 在溪口Luminae這邊的連通道附近 可以看到有一家很受歡迎的Hubs Hubs這邊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水果千層蛋糕 我個人吃過,我真的非常的推 那大家如果在池袋附近找不到Coin Locker的話 溪口的Luminae這邊 然後在一樓的地方就有一整排的置物櫃 還蠻方便的 那因為我還沒有吃飯,所以我現在要走路去找拉麵來吃 這一頭是池袋的溪口 那從溪口走到東口呢 因為會經過火車軌道 所以大家可以走這個地下道 剛剛這家拉麵啊,它主打的是雞湯的湯頭 我覺得它還是蠻香醇的 但不像豚骨拉麵的口味那麼重 所以吃起來比較清爽,比較沒有負擔 它的麵也蠻Q彈的 然後麵的粗細度應該是屬於中的麵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那我們吃飽飯,接下來要前往Sunshine City 沿著這條Sunshine 60通 一直走就會到Sunshine City了 這條路上原則上也是有蠻多的東西 而且像這個大家的UNIQLO啊 然後還有松本清 剛剛看到的有兩家原本SEGA的GIGO一二館 這邊還有另外一家藥莊 Sandorak Sunshine City這邊還蠻大的 等下會帶大家走一個很大的連通道 這家是日本的武士蘭 是不是長得很炫炮 因為這個區域還蠻大的 所以還有內建一個手扶梯 這裡還有一個有名的東西 是它的水竹館 這邊一進來是個美食街 剛剛在這邊快速晃了一下 首先第一個它這邊腹地超級大的 已經有點像購物中心 比較不像百貨 然後第二個是它的B1跟一樓 比較多都是就是流行服裝啊 然後可能女生逛的地方 然後像我們這種阿宅呢 就可以直接衝上二樓 剛剛看到二樓這邊有超級多 動漫相關的東西 有什麼寶可夢的一大個區域啊 然後還有什麼蠟筆小星 然後還有哆啦A夢等等 反正就是有超多知名的IP在這邊 都有超大型的旗艦店 而且我剛剛看寶可夢光是 它有那個Trade Card Center 然後還有Pokemon GO 然後還有Pokemon Center等等 反正它就是有超多不同的分店 都在這邊啦 然後這邊呢還有一個叫做Namjah Town的地方 我們之前也有拍過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有餃子跟冰淇淋主題樂園Namjah Town 我生活是餃子專區 可以吃到各種不同的口味 各種地方的餃子喔 這邊是冰淇淋專區 這邊除了餃子跟冰淇淋不管以外 還有很多招和服務的遊戲專區 還有威武專區啊 好那現在我要前往三樓 就是我今天想要看的世界最大的扭蛋店啦 它這邊還要剪接一些扭蛋相關的歷史 大小吃 我將來在外面說話 在外面說話 這對奶餅還給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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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